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本课程的第四部分内容是必备基本概念 这些基本概念都是在以往教学过程当中 特别是一些零基础同学所反馈出来的 在后面去学习到具体章节的时候 觉得这些概念不清楚 导致对于一些具体的业务的核算不太清晰 所以如果你是零基础被考的考生 这些概念你至少要做到心中有数 至少你要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问题 这样你在后面学习过程当中才能够更好的去运用 那么来看一下必备基本概念当中 你需要掌握的一些常规性的概念有哪些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是告诉大家去理解和分别判断会计科目和报表项目 会计科目和报表项目两者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它有相同的时候 为什么要在这里面给大家去区分什么叫做会计科目 什么叫做报表项目呢 就是因为到27章 这应该是很多很多 被考CPA会计的考生 无论你是有基础还是没有基础的考生 看到第27章合并槽报表 就会闻风丧胆的这样的一个科目一个章节 就是因为在27章我们所做的相关的合并报表的处理 都是在报表当中所进行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更多采用的是报表项目去做相关的调整和抵消 但是在前面的章节当中 无论是第二章的存货还是第二章第三章的固定资产等等 我们在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 更多的是体现在账上的处理 所以呢我们更多用到的是会计科目 所以它们两个更为直观的体现呢 就是它们存在的地方是不同的 我们会计核算呢也是有一个循环 这个会计循环呢是从凭证到账簿 最后呢再到报表 那么会计科目一般来说都是体现在账目上的 那一般来说呢 你就是需要在会计账簿当中去进行相关的核算 包括按照会计科目对你的账簿去进行分类 当然在会计凭证当中 特别是记账凭证 我们是需要在账上呢去登记一些业务的 把它通过会计分录的形式反映出来 那么那种情况下 我们也会用到会计科目 所以在会计循环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凭证和账簿 我们用到的是会计科目 那这些会计科目可能在最后披露财务报表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进行汇总 进行归类 那么在归类的过程当中 进行加加减减 或者是这样或那样的调整之后 体现在报表上的 我们才管它叫做报表项目 所以他们所处的阶段是不同的 那如果有同学啊 你现在有时间有兴趣的话 在咱们后面给大家特别放置了会计科目表和资产账表 以及利润表 会计科目表就是咱们所提到的会计科目 那么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项目 你可以通过阅读或者是观看的形式 去加深对他们的记忆 那回归到咱们课程当中 来看一看什么叫做会计科目 什么叫做报表项目呢 会计科目在前面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结合着会计要素 它实际上呢 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所进行的分类 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分类 前面说了会计要素 你分成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但是它的类别相对来说是比较笼统的 那我想把相关的交易事项再给的句话 我怎么办呢 我就需要用会计科目来进行体现 所以呢 它一般来说都是在去进行会计核算 特别是编制会计分录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的一个基础性的内容 而报表项目呢 它更多的体现的是在财务报表当中 劣势的相关项目 在咱们注快会计考试阶段 比较常用到的就是资产贷表和利润表相关的项目 所以没事 一定要把这两张报表当中的项目多看几遍 那它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般情况下呢 会计科目名称 它和报表项目的名称呢 会一致 但是也会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情形 比如在编制会计分录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到原材料 库存商品等等 包括什么低值一号品等等 这一系列的会计科目 但是等到你最后财务报表列爆的时候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它是没有这些项目的 但是它有一个项目叫什么呢 叫存货 除此之外 还像银行存款 库存现金 以及其他货币资金 这是我们在进行会计核算 编制会计分录的时候 要用到的会计科目 但是等到他拿到表上去经体现 去经披露的时候 他们被统称为货币资金 所以大家一定要能够清楚的分析判断 什么叫做会计科目 什么叫做报表项目 那怎么办呢 一定是需要你用现在这段时间 不断的去看一看 后面附录的一二三 不断的去加成记忆 这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理解的基本概念 接着再来看一下第二个背底科目 请在旁边画上三颗星 这三颗星就是告诉大家 背底科目的学习和理解 对你后面的学习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 那现在呢 可能你只能肤浅的 知道一些具体的科目 它的背底科目有哪些 等到你后续核算的时候 你会不断的去学习这些科目 以及它相关的背底科目 如何去进行使用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背底科目 背底科目呢 顾名思义 实际上就是准备抵消的科目 什么叫抵消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对所对应科目的进行调检项 条件 常见的科目及其背底科目呢 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第一个原材料库存商品 在前面也给大家提到了 它实际上呢 在报表列报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存货 那么这些科目 看好啊 原材料库存商品 这些科目 它们的背底科目呢 是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然后固定资产 它的科目 背底科目 包括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和累计折旧 又出现了一个准备 那原材料固定资产 它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你又可以联想到 前面讲讲给大家说的 开讲讲蛋糕店的这个例子 如果我去购买的一些什么柜台呀 包括烘焙机呀 那这种情况下 它就属于这个固定资产 那如果我是去为了制造面包 生产蛋糕 我去买的面粉呀 黄油等等 它就叫做我的原材料 那当我把它生产完毕 变成了我准备对外出售的面包 或蛋糕的话 它就变成了我们这里面 所说到的库存商品 那接着再来看第三个 是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它科目的背底科目呢 主要包括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还有呢累计探销 这是无形资产 接着再来看第四个 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是很多很多初学者 你们在第一次接触到基础资产 什么叫做基础资产 就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常规的资产 你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资产 就像前面说的 原材料库存商品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包括投资性房地产 都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基础资产 但是呢 投资性房地产 在你后续学习过程当中 它又有一定的难度 就是因为 它在某种程度上 具备了一些投资的性质 有了一些金融上的概念 那么你需要去考虑 它公允价值的变动 你现在先有一个印象就可以 不用去深究它 因为后面咱们具体的基础阶段 会帮助大家去经理解 那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背底科目 主要包括 投资性房地产的累计折旧 或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以及投资性房地产 减值准备 又出现了一个准备 接着第五个是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它的背底科目呢 是坏账准备 接着第六个 债权投资 它科目的背底科目 是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 第七个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科目的背底科目呢 是坏账准备 以及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有些同学可能看到这就比较慌了 老师什么叫做债权投资 什么叫做长期应收款 他们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你现在不用去深究 我说了 咱们在导学阶段 只是先让你跟这些概念混一个脸熟 那你怎么办呀 你想想 你最开始去学写字 去学说话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都是去模仿 去记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也是要通过多看多听 去强化你对他的认识 等到后面 咱们会有具体的章节 基本上像债权投资呀 应收账款 包括长期应收款等等 我们都会有具体的经济业务去支撑他 所以千万别慌 那接着再来看 第八个是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呢 它也是一个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它的背底科目是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第九个是长期应付款和合同负债 它们两个统一的背底科目 是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我想问问大家 到第九个了 它和前八个有一点点的差别 你有没有看出来 前八个无论是从原材料 库存商品 包括最后的这个合同资产 实际上从科目性质上来看呢 都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但是第九个 长期应付款 包括合同负债 实际上它都是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那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它同样也会有背底科目 它的背底科目也同样会抵减掉 它自己本身的价值 那比如说你长期应付款 有100万 然后呢 同时你的背底科目 未确认融资费用 有20万 那实际上把它俩结合考虑进去 你最终的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 实际上就是80万 一定要注意哈 背底科目 它强调的是对你相应科目的价值的抵减减少 前面也是一样的呀 固定资产 如果你固定资产科目 有100万 然后呢 折旧 有30万 减值准备 有10万 那此时最终最终的固定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 实际上呢 就是60万 就是60万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背底科目 会导致你相应科目的价值的减少 那接着第10个是股本 股本呢 想一想它是什么性质的会计科目来着 叫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 那所有者权益类的会计科目 它也有背底科目 股本 它的背底科目的 这个背底科目的名称呢 是叫做库存股 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讲解 你应该至少知道了 在六大会计要素当中 所对应的会计科目 资产类 负债类 以及所有者权益类 它们都是有背底科目的 那么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需要你不断的去看 去强化 那接着我们就这些内容呢 给大家做几点总结 首先第一个 刚才给大家提到了 资产类 负债类 还有呢 所有者权益类的会计科目 它们都是存在着背底科目的 都有背底 这是第一点 你需要注意的 第二点呢 从背底科目的名称上来看 大多数 特别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它的背底科目 后面都会带着准备两个字 那具体是什么准备 是简直准备呀 还是坏账准备 那你需要去不断的去看 去经强化 那除了 有准备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你有没有发现 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我用双黄线 给大家标注出来了 一个呢 叫做未实现融资收益 一个叫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这俩说的是啥意思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一个叫做未确认融资费用 一个呢 叫未实现融资收益 我们把它翻译成大白话 那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未确认融资费用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你贷分摊的 贷分摊 或者呢 是贷确认的 利息费用 贷分摊 或者是贷确认的这种利息费用 那未实现融资收益呢 它实际上指的是 你贷分摊的 利息收益 好了 这两个科目都叫做背底科目 那你还记不记得 他们对应的科目 也就是他所附属的 那个科目叫啥来着 未确认融资费用 他的对应科目叫长期应付款 为实现融资收益呢 他的对应科目叫长期应收款 然后我们具体的结合着一些 常识性的内容 来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贷分摊的利息费用 什么叫做贷分摊的利息收益 两者都是对应的 在同一个业务当中 不同的主体 他们会用到这四个会计科目 我们来想一想 可能大多数同学啊 都从事过网购 在网上去买东西 那你会发现现在网络上 为了把他的东西卖出去 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比如说双11双12的这种预售 还有的呢 可能一些比较高价值的产品 他会让你分期聚精支付 那实际上在进行分期付款 购买某项商品的时候 这里面就会出现 我在黑板上给大家写出来的 未确认融资费用 未实现融资收益 以及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收款的具体的运用 那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现在你看中了一个商品 这个商品你可以去脑补 它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东西 可以是手机 可以是电脑 还有可能是你比较喜欢的 投影仪啊 或者是游戏机等等 但是呢 它的价值比较高 那你就会选择干嘛呢 你可能会选择 在购买平台上 去选择那个分期支付的款项 那可能啊 它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你站在购买方这一端 一次性 在购买的这一天 你支付出去了 它的价款 那可能它自己本身的价款呢 是一万块钱 一万元 但是你可能觉得 我囊中羞涩 我现在不能一下子拿出一万 但是我又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我必须要把它买下来 怎么办呢 看到了分期付 分期付呢 可能你会选择 分三个月或者六个月 十二个月等等 去进行支付 那么你想想 如果你是分期去进行支付的话 你每一期付款的总额 能否达到一万块钱的时候 人家商家就立马把这个东西给你了 不可能 你可以去看一看 点击一个页面 咱不够买 你可以去选一选 看一看 最后你选择分期支付的那个款项 所付款的总额 一定会大于你立刻支付款项 所支付的这个金额的 那假定 我们这里面分三期去进行支付的话 我每一期需要支付的金额是四千 十四千 那你看好啊 实际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包括咱们前面所提到的 未确认融资费用 站在我购买方来讲 怎么来分析呢 正常来说 你这个商品是值一万块钱的 但是未来我却需要支付一万二 那么这一万二和一万元之间的差 实际上就是我购买方 需要在未来三个月 进行分摊确认的 未确认融资费用 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之所以它会导致你分期付款的时候 需要你支付的金额更多 就是因为你相当于是占用了一部分资金 占用了人家销售方的这部分资金 人家把这笔钱早点拿过去 人可以用这笔钱去做其他的呀 去进行业务周转呀 可是你现在钱没给人家 所以那怎么办呀 你晚付就需要给人家一定的补偿 那这个补偿怎么办 不是说立刻就把这两千块钱 打到人家销售方的账户里 是随着你后续的付款 不断的去经分摊的 所以这叫做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啥时候确认呀 那基本上就是看你和商家 所约定的这个付款进度就可以了 在付款的同时 把你最初确认的这个未确认融资费用 去进行逐期分摊 那这是购买方 相对应的呢 商家他那边也会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 正常来说他卖这个东西 收一万块钱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由于你采用了分期支付 未来导致他能够收到的款项 总额是一万二 那中间就会产生两千块钱的利息收益 相当于是你购买方这边 占用了人家销售方的资金 需要给人的补偿 所以他这边会有一个利息收益 那这个利息收益 站在你购买方这边 是逐期去进行分摊的 那同样站在我销售方这边呢 他也是逐期去进行分摊的 那科目名称呢 你一定要记准确 一个叫做未确认融资费用 一个呢叫未实现融资收益 一定要记清楚 这是关于未确认融资费用 和未确认未实现融资收益 给大家做的补充 那另外还有一点 需要大家注意 前面给大家说了 在股本这一项 所有者权益类的会计科目当中 它也存在着背底科目 它的背底科目呢 是库存股 那这个库存股 一般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呢 就是等到后面 咱们涉及到股票回购的时候 才会用到它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无论是资产类 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的会计科目 它都是可能存在背底的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那这是第二个基本概念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基本概念 第三个基本概念呢 是很多很多初学者 他们在最开始学的时候 由于基础没有打好 就会导致后面去学一些 具体的复杂的经济业务 他老是分不清 所以现在既然咱们提前开始了 那你一定要把这几个概念 夯实 他们叫做账面余额 账面净值和账面价值 看好啊 虽然只有两字或一字之差 但是他们所代表的价值概念 是不同的 我们先从定义上来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账面余额 账面净值和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呢 他指的是某项资产 当然也有可能是负债 我们这里面呢 是以资产为例 某项资产 他科目的实际余额 这个会计科目 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你一定要多去看他 混个脸熟 那怎么去理解 说什么叫做某项资产 科目的实际余额呢 后面会给大家举例 那么再去计算某项资产 他科目余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我们是不扣除 任何的金额的 这些任何的金额 就包括了他背底科目 所对应的账面余额 比如说前面给大家提到的 背底科目当中 所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准备 那你再去计算账面余额的时候 都是不应该去做扣除的 那第二个呢 叫账面净值 账面净值 记住 它是一个专有性的概念 它是指专对专门针对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这两个资产而言的 它一般呢是指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再去扣除掉它的累计折旧 累计摊销之后的余额 但是不扣除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 回忆一下啊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它们的背底科目都有俩 一个呢 是相关的减值准备 还有一个就是累计折旧或累计摊销 在你去计算账面净值的时候 我们需要扣掉的是啥 是折旧或摊销的金额 但不扣除减值准备 接着第三个是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呢 它是指某项资产类的会计科目的账面余额 减去相关背底科目后的余额 那还是拿固定资产为例 你会发现 如果是针对于固定资产来说 它的账面余额应该是大于账面净值 同时呢 又是大于账面价值的 就是因为在去计算账面价值的时候 你不仅仅需要去扣除掉累计折旧 或累计摊销的金额 还需要去扣除掉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 所以针对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来讲 账面余额大于账面净值 大于账面价值 但其他资产它就不一定了 那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加深刻的去理解 这三个概念 我们给大家先做一个举例 通过这个举例的形式呢 让大家去深化一下 特别是你后面再学到一些 比较复杂的资产的时候 遇到这三个概念 千万不要去混淆 我们还是拿固定资产为例 和固定资产相关的会计科目 从前面给大家提到的背底科目 你就应该发现了 至少有三个 对不对 一个呢叫做固定资产 一个叫做累计折旧 还有一个呢叫做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 那假定某个公司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常常看到的不靠谱的假公司 假公司目前在账上所体现的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以及减值准备的构成 分别是这样的 固定资产其中包括了汽车 包括房产 还包括呢一些办公家具 其中汽车的价值是300万元 房产的价值呢是500万元 家具的价值是100万元 那有同学说 老师你后边杠汽车杠房产杠家具 这是啥呀 你想想这是啥 这叫做他的二级明细科目 所以前面我们说了 总分类账的科目 也就是这个固定资产 它是由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好的 但你后面就看看你企业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有汽车的 你就可以按照汽车去列明细 有房产的 你就把房产作为明细就可以了 这叫明细账科目 接着再来看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对应的 汽车的累计折旧金额呢是100万元 然后房产的累计折旧金额是200万元 家具的累计折旧金额是50万元 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三类资产 他们所对应的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准备 其中汽车 它的减值金额是50万元 累计的50万 然后呢房产未具体减值是0 家具也没有具体减值也是0 现在我们单纯从这三个会计科目上来做一下分析 他们总共的金额 合计金额分别是多少 拿固定资产 这一块来看 那么总共的加合呢 应该是900万 300加500再加100 得到的是900万元 累计折旧 它的会计科目的余额 应该是100加200再加50 得到的是350万元 减值准备呢 它的科目余额应该是50加0加0 得到的是50万元 那回来我们来看一下 结合着咱们现在所给定的经济业务 去计算一下前面提到的账面余额 账面净值 还有账面价值分别是多少呢 对于账面余额来讲你想想它怎么去表述来着我们来回去看一下啊他强调的是某项资产当然我说了不仅仅是资产有账面余额负债也有可能会有账面余额当然所有者权益他也有可能会有账面余额他强调的是啥是这个科目的实际余额那前面咱们说了与固定资产的账面余额 资产相关的会计核算至少你目前已经知道了有三一个呢叫做固定资产一个叫累计折就一个叫做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他们是三个独立的会计科目那如果让你去求固定资产的账面余额的时候你能不能把累计折就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的余额给他掺和进来不可以你只能看到固定资产的与他相关的账户的余额是多少那就是900万呗 一定要注意哈账面余额他强调的是科目的最终余额和这个科目自己本身不要掺和去进去和他其他的相关的科目这第一个那账面净值呢想想概念是啥来着账面净值他强调的是专有的概念 他强调的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他的账面余额扣除掉已经具体的累计折就或累计摊销金额 所以拿咱们这块来讲这个固定资产他的账面净值就应该是用900减去350得到的是550万元 那最后是账面价值账面价值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他也都会存在相应的账面价值那账面价值呢应该是用他的账面余额 再扣除掉所有的与他相关的背底科目之后的金额那既然你固定资产背底科目有俩一个呢叫累计折就 一个叫做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所以再去计算账面价值的时候就应该把他们都扣掉 那就应该是用900减去350累计折就的金额再减去50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算完之后呢应该是500万元 500万元那现在呢你学到的是最为基础的资产固定资产它的账面余额账面价值以及账面净值怎么去计算等到你后面在学习过程当中还会涉及到咱们会计科目表当中所提到的像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等等 那么在你们真正深入去学习这些资产的时候时时刻刻都要去问自己一下账面余额是啥账面价值是啥 因为账面净值他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专用的这是关于账面余额账面净值和账面价值 那我们在教材当中呢也给大家提出来了一个例子和我前面的例子呢类似但是他没有给大家去写出明细写出明细就是为了让大家再去学后面的知识点的时候能够更加快速的去理解相应的概念 他说呢固定资产原值是100万以具体折旧20万元以具体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10万那此时他的账面余额是100账面净值呢是80账面价值是70 这个例子比我前面写的这个例子呢要更简单一点好了这是第三个概念接着再来看一下第四组概念 第四组概念呢也是同学们在后续学习过程当中经常会混淆掉的一个叫做账面价值一个叫做公允价值一个是账面一个是公允 特别是在哪儿你特别容易混淆呢一个是在你学第13章金融工具的时候你很容易混 因为当时可能更多的题目都会让你去求某项资产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在你去学长期股权投资和合并财务报表相关章节的时候你也容易混淆这两个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基础打捞看看什么叫做账面价值什么叫做公允价值呢 账面价值在前面已经给到大家定义了 他强调的是某项资产科目的账面余额 在减掉相关背底科目之后的余额 前面你已经知道了固定资产怎么去算 后面呢你又会看到债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等等这些资产它的账面价值怎么去计算 那公允价值是啥 你想想啊公允价值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它了 在前面你是学到过的 是在给大家讲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的时候提到过 公允价值实际上是会计要素计量属性的一种 一共是五个它是其中之一 它指的是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够收到的 或者是转移一项负债所需要支付的价格 它一定强调的是有序的交易 那当时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当时在给大家去讲公允价值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说了有一些资产 它呢要求是必须要以公允价值去计量的 你还记得这些资产是啥吗 主要是三个 一个呢叫做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个呢叫做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还有一个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当然除了它们三个之外 还有其他的 但我现在需要给大家说什么 对于这三类资产来讲 他们期末的账面价值实际上就和他当日的公允价值是相等的 所以回归到咱们这个定义上 对于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资产 在咱们列举的这三个 他在资产代表日 什么叫做资产代表日 常规性的就是12月31日 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公司可能要求你需要去披露半年报 那他630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资产代表日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比较常见的 就是12月31日 那回归过来 对于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资产 他在资产代表日的公允价值 一般就是他的账面价值 但一定要注意 公允价值是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之一 账面价值可不是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组概念 也是你们在后续学习过程当中特别特别容易混淆的 甚至我在参与答疑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同学 总是会把这两个概念混用 咱们现在筑块会计的考试呢 它的趋势是要求大家能够去掌握原理的 有很多文字性表述的题 那假如说你概念用错了 那可能相应的分值你也得不到 所以一定要能够把概念原理摇准摇透 那来看一下第五组概念 叫做可收回金额和可变现净值 什么叫做可收回金额呢 可收回金额它强调的 看好 是指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这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这叫做可收回金额 这个概念是你现在首次看到的 那和它相对应的 你经常容易混淆的叫做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 你现在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它了 因为在前面也是讲到会计要素计量属性的时候 提到过它 它是属于会计要素计量属性之一 它强调的是正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 以预计售价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和销售 所必须的预计税金 费用后的净值 所以两者你看有一点差别 可变现净值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 实际上就是售价 减去相关的税费 这是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方式 而可收回金额呢 它实际上是两者去取赎高 哪两者 一个呢叫做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 一个呢叫做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那为啥两个概念读起来很像 可是最后给出来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前面呢给大家说过了 可变现净值 实际上它主要是用于存货的期末计量 那存货就像我讲讲蛋糕店所生产出来的蛋糕也好 面包也好 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 那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为了让我自己去吃的 我最终的目的是对外去经销售的 所以这些存货能够给我企业带来价值的途径 大多数情况下 只有一种就是通过出售 给我企业带来相应的资金回报 以及利润回报 所以我们再去计算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应该是用售价减相关税费 也就是只考虑它对外出售的这一种情况下 能够给我带来的回报 而可收回金额呢 把它简化的理解成 也是这个资产能够给你带来的价值是多少 那两种途径 你看好啊 它的主要适用范围 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以及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还是拿一个最简单的 最生动的例子 就是我讲讲蛋糕店的烘焙机 那这个烘焙机能够给我讲讲蛋糕店 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 它就要比我所生产出来的蛋糕和面包方式要多 多在哪 首先第一种 就是我使着这个烘焙机持续的去生产面包 然后我把这些面包再对外出售 那此时持续经营的状态下 所产生的这种利益的流入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与该资产相关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这是持续使用的状态 那还有一种状态呢 我可能觉得我现在这个烘焙机 它已经不能够符合市场的潮流了 或者是用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并不市销对路 很多人已经不喜欢吃这种口味的面包了 那我可能就会对这个设备去进行升级 去进行换代 那在换代过程当中无法避免的 我就要把原来这个设备给它卖掉 所以当我把这个设备卖掉的时候 它给我带来的利益回报 就是通过销售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售价 那一般来说是市场上的供应价值 在减去处置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必要的相关费用 那为啥你在这两者过程当中 要去选赎高呢 这实际上也是由你们财务成本管理当中的一个概念 一定要记住 我们学会计的 学财务成本管理的各位考生 一定要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去分析问题 啥叫理性人假设呀 一定要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 那既然你烘焙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为你企业带来资金流入 那我为啥不选择对我最有利的呢 那对我最有利的 是不是就实现价值最大的那一个呢 所以一定要注意 可社会金额 它是要去比较两者赎高 而可变现净值 它是基于所适用的对象 它的特定用途来看 只有一种计算方式 这是可社会金额和可变现净值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个 第六个呢 没有什么理解难度 因为在前面给大家讲会计要素的时候 实际上是渗透过的 但是呢 在这里面需要给大家引申到一点点 你考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 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利润 损益 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等 它们之间的区别 在考试过程当中呢 经常会去结合着某项经济事项 去考你对上述概念的影响 那在这里面呢 给同学们把概念做如下的汇总 首先利润在前面给大家提到了 这是属于会计要素之一 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认为利润它是一个正值 正数 那假如说你通过计算分析 判断完之后 某一项经济利益 经济事项 导致你企业未来承担的是一项损失 啥意思 亏本了 我今年呢 卖面包卖蛋糕 非但没有赚到钱 还亏了 可能呢 我卖面包赚了1000元 但是实际上 我投入进去的成本 消耗等等 可能要达到1200块钱 那在这种状态下 我不就亏了200吗 亏了200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叫做一个经济事项 导致你企业承担了一项损失 那假如说题目当中问你 下列经济事项对利润的影响是什么 同时呢 给了你一个正200 又给了你一个负200 那你一定要知道我们要选负200 因为利润我们默认是正的 如果你选正的200 那就代表该事项 非但没有导致你企业亏损 反倒导致你盈利了 这是利润 利润一般来说呢 是有符号的 但有同学说了 那老师如果在考试的时候 ABCD四个选项 他都不一样 他没有正负200 只有一个200 那我咋办呀 那你就选200呗 他没有负的那个 那就意味着 他在这个题目当中 默认利润是可正可负的 一定要注意啊 考试答题的时候 别跟自己去干 接着第二个就是损益 一般来说呢 在考试命题的时候 他基本上命题的口吻 都是说经济事项 交易事项 对企业损益的影响 是什么样的 那损益 既有可能是损 也有可能是益 所以他的符号呢 就没有特定的了 他是可正也可负的 然后在咱们会计当中呢 我们又把利润 按照多不是利润表的编制 要求分成了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以及净利润 这三个利润 会在后续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在第17章 第23章都会有 所以你现在看到 这些概念的时候 你别慌 主要是给大家说 在会计的角度 我们是需要把利润去做分类的 分成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 那么他们所需要参考的事项是不同的 所以在考试时一定要仔细审题 避免入坑 这是关于利润 损益 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 给大家所做的区别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七个是利得和损失 利得和损失 在前面给大家讲 会计要素的时候 实际上呢 也是涉及到的 那我需要给大家强调的是 你想想利得和损失 咱们在哪块都提到过呀 首先再给大家讲 与企业财务状况相关的会计要素 想想啊 与企业财务状况相关的会计要素 你还记得有啥吗 三个吧 分别是资产 负债 和所有者 权益 还有一类呢 叫做以企业经营成果相关的 会计要素 那么主要是包括收入 费用 和利润 那回归到我们这个标题 利得和损失 利得和损失呢 一共是包括两类 一个是在咱们讲所有者权益 这个会计要素的时候提到过 还有一个呢 是在讲利润这个要素的时候提到过 所以看利得和损失主要是包括 直接进入到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和直接进入到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又分了两类 那这两类从具体的会计科目啊 一定要把会计科目表印在你的脑中 再回归到会计科目上来看 那么多的科目究竟哪些是属于利得 哪些是属于损失呢 哪些是和利润相关的 哪些是和所有者权益相关的呢 直接进入到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主要包括资产处置损益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一共是三个 这三个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章节 会大派用场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章节 然后呢 第二个是直接进入到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它主要是指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在后面所有者权益那一章 会对他大奖特奖 而且后面的很多经济业务都会对他产生影响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把他的名字先记准去 至于哪些事项会影响他 那是咱们后话 现在你至少得知道他叫啥 这是利得和损失 那你想想利得和损失 如果是和咱们当期利润相关的 那他也有对应的概念 你还记得他们是啥吗 利得和损失 如果是直接进入到当期利润的这一类的话 他经常相混淆的概念是收入和费用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啊 主要看啥呀 利得和损失更多强调的是一种非日常活动 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 而收入和费用呢 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日常活动 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 这是他们两者的区别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八个概念 第八个概念呢 可能对于一些同学看到了这六个字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也太小儿科了呀 这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经常会遇到的吗 但是不得不说啊 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并非是属于咱们法律类专业 或者是会计类专业 管理类专业的 他可能完全攻克出身 那之前呢 他也没有发生过什么资金借贷的这种行为 所以他可能就不太清楚 什么叫做债权人和债务人 而且啊就算你现在清楚了 等到你学到具体知识点的时候 具体章节的时候 你也有可能会混淆 所以现在要稳住 要踏踏实实的去学 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债权人 什么叫做债务人 实际上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呢 更加偏向于是法律上的 只不过我们会计当中是援引了法律上的概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债权人 债权人他实际上强调的是权力的那一方 权力 那我们说了权力你是可行使 也可以是不行使的 即拥有向特定主体 收取款项的权力的一方 其持有的收款的权力是债权 所以他强调的是一种收款的权力 那你想想 什么情况下会形成一种收款的权力呢 去想一想啊 第一个就是拿咱们正常的人 日常生活来经举例 比如说今天我把我一笔钱 一千块钱借给了你 那未来对于我来讲 我就享有了一项权力 啥权力啊 在未来的每一天 我都可以去向你追债 对吧 所以此时 我提供资金的这一方 提供资金借贷的这一方 他呢 就可以称为我们这里面的债权 人 向你提供资金支持 那最常见的给你提供资金支持的是谁呀 是银行 千万不要说是你的股东啊 因为你股东的钱是不强制要求你去还的 在前面讲会计要素的时候就给大家提到过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他们两者是存在差别的 这是提供资金借贷 有可能是正常的人 也有可能是和你平等的这些公司 还有可能呢 就是银行等金融机构 那第二个呢 假如说 我现在向你销售出去了一批商品 但是 未收到款项 正常来讲 最好的经济业务 就是一手钱一手货 我把货给你 你把钱给我 但是现在呢 是我把货给了你 可是你钱没给我 那此时对于我来说 是不是也形成了一项收款的权利呀 在未来的每一天 我都可以去向你讨债 我说我把我商品已经卖给你了 可是你钱还没给我呢 所以此时在这项交易过程当中 我又形成了咱们这里面所说到的债权人 债权人 那我们在会计当中常见的债权包括哪些呢 包括应收账款 应收利息 长期应收款 以及债权投资 我想问问大家 预收账款是否属于债权呢 不是 预收账款 这是你的一项负债 在昨天 给大家已经提到过了 关于预收账款的这个概念 一定要记住啊 预收和预付 都要看到收和付 就直接想到是资产还是负债 你得看一看是应收应付 还是预收和预付的关系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债权 你看下面给大家罗列出来的这些具体的科目 你就应该能够想到 它实际上呢 是企业的一项啥呀 是资产呀 还是负债呀 债权实际上形成的是企业的一项 资产 权利嘛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债务人 债务人他的概念是和债权人相对的 他强调的是义务的一方 即在借贷关系中 对债权人负有偿还义务的人 他承担的是一种清偿义务 就是一种债务 所以你看到义务了 就要想到前面会计要素 它是属于啥呀 它是属于负债 对吧 债权人和债务人 它是相对的 像我前面给大家写出来的这两种 那我这一端 我给你提供资金支持的 我向你销售商品 但我没有收到款的 我是债权人 那你就是啥了 债务人 那在咱们教材当中 常常提到的债务 主要包括短期借款 这两个呢 都是你向银行取得的 款项支持 还有呢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主要就是在你采购业务当中 货已经拿到了 但是钱没有支付的这种行为 所产生的一项债务 这是债权人和债务人 那等到咱们后面学到具体章节的时候 有一张呢叫做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主要就是 让大家去区分 债权人如何去处理 债务人如何去经处理 所以这些概念啊 绝对不是凭空给你放在这的 都是和后面的章节有联系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九个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呢 所给大家的概念是 法律上给他做的定义 但是这个定义呢 不要求大家去背记 就是因为在 以往年度去授课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不理解 什么叫做上市公司 但是说实话啊 这个概念理不理解 对于你学好会计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大多数我们所进行的 这种案例分析也好 包括习题的讲解也好 都是建立在一个大的背景 这个大的背景 就是某个企业是上市公司 而且呢 上市公司它的类型可能会有很多 比如说教育的 还有呢 制造业的 还有可能是电力行业等等 各行各业 那我们在筑块会计考试当中 更多的立足背景是制造业企业 那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呢 它是指所发行的股票 或者是债券 要经过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一定要知道 上市公司它强调的是股份有限公司 那和股份有限公司相对应的呢 还有一个叫做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那这两个公司有什么样的区别 等到你们后面学到经济法相关的课程 就会比较通透了 比较简单了哈 这是关于上市公司 简单了解就可以 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后面你去做案例分析 做资料分析 做综合题的时候 结合的一个案例背景 再来看一下第十个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经常容易混淆的呢 是购买股票 这两个概念之所以容易混淆 或者是为什么现在要给大家做明确 就是因为后面咱们所学到的 很多很多的知识点 都会用到让你去分心 究竟我这一方是在从事发行股票的行为 还是购买股票的行为 那发行股票呢 它也是从法律上给大家做的一个定义 但这个定义我们在会计当中需要注意的是啥 一会会给大家说到 股票的发行呢 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发行人 以筹资 或者是实施股利分配为目的 按照法定的程序 向投资者或者是原股东发行股份 或者是无偿提供股份的行为 那前面我们说了 发行股票最容易混淆的 是购买股票 发行和购买 那你现在就要去想哈 为什么有很多公司 他现在都想着 我要能够去上市 IPO IPO最主要的目的 他就是能够让他成为一个上市公司 那上市公司 他的特点是啥呀 名声比较大 是不是名声在外 可以做广告了 然后呢 他的终极目的是啥 更多的上市公司 是想要通过这种 自己影响力扩大的方式 来募集资金 说的再直白一点 就是他的股票 能够对外去公开发行 原来他可能只是那么一小撮人 只能在这一小撮人当中 去募集资金 但毕竟你人有限 资金也是有限的呀 可是当我一旦上市 我的股票可以公开去进行交易了 那买卖的人就多了 那一下子让我这个企业活起来了 资金就流动起来了 所以发行股票 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募集资金 也就是筹资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会给企业带来的是资金的流入 资金的流入 通过发行股票的形式 那么购买股票呢 你想想大多数同学啊 你虽然没有去购买过股票 但是你至少能够去看到一些股票交易的信息 或者是你曾经关注过想买 或者是你哪怕没有去买过股票 你可能也会去想过 或者是咨询过一些理财的方式 那你无论是去购买理财 还是去购买股票 购买其他公司发行的债券 包括国家发行的债券 你最主要的目的是啥呀 你是不是也想要让你的资金活起来呀 那你想让你的资金活起来的前提是啥 你自己得先有钱 所以一定要注意购买股票 它更多的是一种投资的行为 投资 花钱 所以呢 更多的情况下呢 它是导致企业的一种资金流出 资金流出企业 这是购买股票和发行股票 需要给大家做的如下的区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一个 第十一个呢 是和咱们会计相关的概念 这个概念也是很多同学容易混淆的 但是呢 在前面给大家去讲到所有者权益 这个会计要素的时候 实际上是提到过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十一组概念叫股本 实收资本 资本攻击 以及资本溢价和股本溢价 那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股本和实收资本 股本和实收资本 他们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 只不过呢 适用的公司 形式不同 股本和实收资本 均为核算 投资者投入资本 并形成法定资本金的这种科目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一般情况下呢 有限责任公司 前面给大家提到了 有限责任公司 对其实收资本 科目的核算 是需要设置实收资本 这个科目的 而股份有限公司呢 他一般来说是设置 股本科目 那前面给大家提到了 大多数我们所立足的背景呢 都是基于上市公司 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涉到 相关资本金核算的时候 我们都是采用股本科目 但是也有例外 也有例外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接着来看一下 资本溢价和股本溢价 资本溢价和股本溢价 它实际上呢 是资本公积科目的 二级明细科目 看好啊 它是明细科目 它的一级科目 或者叫总分类科目 叫资本公积 那其中呢 资本溢价主要核算的是 有限责任公司 看好啊 还是有限责任公司 在增资时 如果有新投资者介入 新介入投资者缴纳的出资额 大于其按约定比例计算的 在其注册资本中 所占的份额部分 这句话说的是啥意思 假定我现在讲讲那奥店 刚刚成立的时候 前面给大家提到了 对吧 我可能呢 自己有资金80万 然后呢 另外 我借了20万 这是最开始成立的时候 等到我的规模 逐渐做大做强 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慕名而来 不仅仅想要去买我的面包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想要对我去经投资 投资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哈 假定 他现在想要获得我 20%的份额 假定我现在 注册的资本 我的注册资本是50万 然后呢 现在新介入的这个投资者 说我要投资你20% 那正常来说 你想要投资我20% 就相当于你要买走我20%的股权嘛 那你可以对比一下 那正常你给我交付 10万块钱的资本金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让你去注资 去成为我的股东 然后咱们两个一起去共同经营 两者是相等的嘛 注册资本 咱俩按照比例去经营分配嘛 但是呢 你现在就要想 我最开始创业之初 我可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磨难 那最开始我所生产出来的面包呢 我可能并不是失销对路 甚至我可能连续亏了好几个月 才导致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光辉的形象 站立在大家面前 然后现在你在我经营了 我经过了所有的风风雨雨 马上我就要踏上人生巅峰的时候 你想要来跟我分一杯羹 你觉得能按照等价值的去把这杯羹分走吗 不太可行 毕竟讲讲是学会计的 我是一个理性人 我要去追寻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所以怎么办呀 我说可以 你现在呢 可以享有我20%的股权 但是 我告诉你 你单纯拿10万块钱肯定是不行的 你必须呢 要给我拿15万 甚至更高的价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好啊 按照咱们资本金相对比例 他投入的15万元 我就要给他去做拆分 其中一部分是按照资本金 他注册资本的和他享有股权的比例 去确认为实收资本 也就是50乘以20% 得到的是10万 这10万块钱放到实收资本里 讲讲蛋糕店没有上市 所以他应该是放到实收资本里去进行核算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还有超出来的 人家给你投15万呀 超出来这5万怎么办呢 我要把它作为资本攻击的二级明细科目 资本溢价去进行核算 看见没 这是资本溢价 他强调的就是后进来的这些投资者 投资实际投入的资金数额 大于他所占的注册资本份额的那一部分的价值 那和他相对应的是股本溢价 那股本溢价实际上呢 也是资本攻击的二级明细科目 他主要核算的是股份有限公司 溢价去发行股票时 发行股票取得的收入 大于五本总额的金额 所以这里面又会出现一个概念 叫做这个溢价发行 所以紧接着我们就来看 第十二个概念是溢价和折价 通过讲完溢价和折价之后 我们再回来去看一下 为什么企业在去溢价发行股票的时候 他所产生的那个超额收益要放到股本溢价当中去经核算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溢价 什么叫做折价 溢价呢 它是指所支付的实际金额超过股票或者是债券的面值 股票和债券的面值 折价呢和溢价正好相反 它是指所支付的实际金额低于股票或债券的面值 啥意思 我们先来拿债券去举例 债券 假定 债券它的面值呢是1000万元 这是它的面值 那我在进行发行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有两种价格选择 第一种价格选择呢 我是以1100万元去进行发行 还有一种 我是以900万元去进行发行 我这边呢是发行方 相对应的呢 购买方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我花1100万去进行发行的话 你就得花1100万来购买 那你看 我的发行价1100万是高于我的债券面值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管它叫做溢价发行 发行方这边叫做溢价发行 同样站在购买方这边呢 你也叫做溢价购买 溢价购买 所支付的金额是超过面值的 反之是对于你面值的这种状态 对于我发行方来讲 叫做折价发行 你购买方那边呢 叫做折价购买 那这是从债券的角度上来讲 债券可溢价可折价 究竟是溢价还是折价 你需要结合着案例背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接着再来看一下股票 股票还是拿我为例 现在我讲讲蛋糕店已经上市了 上市前面给大家说了 我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能够让我的股票去公开发行 然后我去筹集资金 那可能最开始市场上 对于我这个讲讲蛋糕店 特别特别看好 看好完之后呢 觉得我每一股股票的价格 要达到十元 我呢 对外一共是发行了 一千万股 那对于我讲讲蛋糕店来讲 你想想啊 我是对外发行了一千万股 那就相当于有好多好多人 都来买我的股票 那买我的股票 你就得给我钱呀 那对于我企业来讲 我实际募集到的资金 就是一万万元 但是你要注意 这十块钱叫啥呢 叫做股票的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可是我股票自己本身 还有一个面值呢 面值是多少 记住啊 咱们中国的股票的面值 就是一块钱 一元 那现在你看好 我这个股票的面值是一块钱 但是我在发行的时候 实际收到的款项是每股十块 中间产生了一个超额的溢价 这个就叫做溢价发行 由于我们国家是不允许你 折价发行股票的 所以一般来说 你股票的交易 市场价格 这十块钱啊 他没有说低于一块钱的 他没有0.8 0.9的 那样可能就会导致你 强制退市了 这是关于股票来讲 一般我们都是溢价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哪一部分应该确认为你的股本溢价呢 股本溢价 他一定是扣除掉你面值的那一部分的超额部分 他才能够作为股本溢价 所以此时我所募集到的这一万万元当中 拆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按照股本一块钱 然后呢 一共是一千万股 确认的要进入到股本里 还有一部分 是用发行价格时减去股票的面值 一块钱 再乘以一千 得到的九千 确认为股本溢价 但一定要注意 无论是股本溢价 还是资本溢价 他都是二级明细科目 前面他还有一个叫做资本攻击的总分类科目呢 这是第十二个 溢价和折价 再看一下第十三个 前面咱们一直都在提 无论是溢价也好 还是折价也好 一般都是相对于你企业 发行或购买股票或债券的时候 所要用到的概念 那究竟啥叫股票啥叫债券呀 别笑哈 别笑 这块呢是真的很重要 而且有好多同学你容易分不开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仔细的认真的把它听完 我们来看一下 债券它是指发行者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的 在约定时间支付一定比例的利息 并且在到期时偿还本金的有价证券 所以通过它的概念 你就能够看出来 债券它有一定的特点 啥特点 保本 保收益 咋看出来了保本保收益啊 人家说了 从定义上来看 就是你到期要把本金偿还出来 然后呢 可能在持有期间 你还能够获得相应的利息收益 所以相对来说 你进行了债券型的投资 它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 但往往你稳定性高 你风险低你收益也会低 所以就看一下你追求的是高风险高收益 还是追求的是稳定 这是债券啊 债券一定要注意 它的特点是按期支付利息和本金 接着再来看股票 股票呢 它是股份公司所发行的一种所有权凭证 看好 它是一个权利的凭证 它是股份公司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的 给各个股东作为持股凭证 并建议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一种有价证券 前面咱们说了 股票它是一种所有权凭证 那也就是意味着 它相对来说可以简化成是一种权利 但是上面债券来讲 你到期需要去支付本金 到期需要去支付利息 它实际上是构成了你企业的一项义务的 就是因为对于发行方来讲 它存在这样的一项义务 这项义务导致它没有办法去避免 必须要履行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它就会要通过降低给你的资金收益 利息率等等 然后来进行相的补偿 但股票不一样 一般来说 你所做的这种股权性的投资 股票性的投资 你去买股票 那可能这个公司盈利了 他当年给你分的红利就会特别特别多 当然这个公司如果经营不好的话 你可能连股利都拿不到 所以股票相对来说 它的投资风险会更高 但同时收益也会更高 这是债券和股票 它实际上都是一个凭证 都是一个有价证券 再来看一下第14个 叫债务工具投资与权益工具投资 债务工具投资和权益工具投资 和前面说的债券和股票类似 但是等到后面你们学到具体章节 特别是第13章金融工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对债务工具投资和权益工具投资 它不能光看表面上 你需要穿透实质去看它 去分析它 究竟是属于债还是属于权益 那简单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债务工具投资 什么叫做权益工具投资 债务工具投资呢 也可以称为债权类的投资 一般是指企业持有的其他方发行的债券等投资 看见没 比如说 现在 以债券为例 那么对于发行方来讲 形成的是它的一项负债 对不对 它的目的是募集资金嘛 相当于是从购买者那里边拿到相应的资金支持 但这个资金未来它是需要去经常还的 负债 它呢 又叫做债务工具 那对于我投资方或者是购买方呢 我买来了 这实际上是属于我的一种投资行为 未来我就可以拿着它 向你去索要当期的利息 以及最终的本金 所以它会构成投资方或购买方的一项资产 它叫做债务工具投资 债务工具投资 那同样的股票它也是一样的 站在发行方来讲 它叫做权益工具 股票站在发行方 它实际上呢 构成了是发行方的一项所有者权益 又叫做权益工具 而站在投资方 或者是购买方来讲呢 它又形成了它的一项资产 这个资产叫做权益工具投资 权益工具投资 所以一定要看好啊 如果你想要把会计学透 那么在做每一项交易的会计处理的时候 都要去想着这边怎么做 那边怎么做 但是在这里面也给大家做一下提示 由于目前资本市场上纷繁复杂 存在着很多名债实股 或者是名股实债的形形 因此在后续学习过程当中 需要基于实质中一形式原则 进行深入判断 那什么叫做实质中一形式 它实际上强调的是经济实质 要重于法律形式 在基础课程当中 也会给大家去介绍这个概念 这是第14个概念 再来看一下第15个概念 第15个概念呢 叫期权 期权 啥叫期权呢 简单的理解成 从它的字面上含义上来看 它就是一项未来的权利 从实质上来讲呢 期权它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合约 该合约赋予持有人 在某一个特定日期 或者是该日之前的任何时间 以固定价格构近 或者是售出一种资产的权利 那可能看到这个概念 很多同学还是不太清楚 我们拿咱们自身来举例 比如说很多同学 你们现在都在积极踊跃的 去参加注册会计师的培训课程 那你参加培训课程的目的是啥呢 是要到来年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一号左右 你要去报名 千万别忘了哈 你没有这个报名过程 你是没有办法去参加考试的 在报名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要去交报名费 这个报名费实际上呢 就给了你一项权利 什么权利呢 考试的权利 不要觉得考试是你的义务 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 这是你自己选的 这是你的权利 你等到八月份的时候 你可以去参加考试 你也可以不去参加考试 所以它是符合定这个权利的特征的 可行驶也可以不行驶 但是 你这个权利要什么时候才能行驶呢 得到八月二十七号左右才能够行驶 所以这个权利 虽然你是当下买的 但是你需要在未来才能行驶 这就是最简单的期权 但是在咱们会计当中 经常会出现的是啥呢 很多呢 都是给了你一项期权 比如说假公司 在呢 2023年1月1日 买了一项看涨期权 这个看涨期权 当时可能花了1000元 买这个期权的目的是啥呢 是未来给了他一项权利 是告诉他能够在2023年6月30日的时候 以10元每股的价格 去购买 以公司的股票 这种情况下 你看好 相对于假公司来讲 这也是他的一项期权 啥期权 是未来去以一个固定的价格 10块钱每股去购买 以公司股票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这个权利他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啊 如果说你想好啊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到2023年6月30号的时候 以公司的股票变成15块钱每股了 我问你假公司此时这个权利 他要不要行使 看看你们是不是理性人啊 要不要行使 要行使 对他有利可图吗 正常来说 他去市场上去购买 他得花15块钱每股 但是由于我在2023年1月1号 我就未不先知了 我知道你的股票 未来价格一定会上涨 所以我现在有权利 以10块钱每股的价格去购买 那还有一种呢 可能这个乙公司呀 太不靠谱了 他的股票价格下跌了 跌成8块钱每股了 到2023年6月30号 只值8块钱每股 这种情况下 假公司他是否会行使该想权利呢 不会 为啥呀 再买就赔了 我去市场上买8块钱每股就能买到 但是我现在用我手里这个权利去买的话 我得花10块钱每股 那有同学说 那他这样的话 那个期权不白买了吗 白买就白买 因为很有可能他买的这个股票之后 他亏的更多 一定要注意哈 什么叫做期权 期权首先第一个强调的是期 期是未来的意思 第二个强调的是权 权是权利的意思 可行使也可以不行使 这是期权的概念 接着再来看一下 第16个是投资和筹资 在前面实际上也给大家简单介绍过这个概念 投资呢 更多情况下是属于一种花钱资金流出的这种行为 而筹资跟他正好相反 大多数都是我因为没钱而募集资金 筹集资金的这样的一种过程 来看一下他的定义哈 这些定义你都不需要去背 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他 投资他强调的是企业为了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获得收益 或者是资金增值在一定时期内向一定领域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 或者是食物的货币等价物的经济行为 啥意思 我今天就看好了教育行业的股票 那我现在我可能把我手里的大多数钱都投到了教育股 这是我的一种投资 我投资的目的是啥呀 我最主要的目的 我是想要获得资金收益 再说的直白一点 我就等着人家给我宣告发放股利呢 这是投资 那在咱们会计当中常见的投资行为 主要包括购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或者是购买其他方所发行的股票或债券 购买哈都强调的是购买 一个是对自身的投资企业扩大再生产 一个呢是对外部的投资 主要是为了获得你更多的资金收益 那第二个是筹资 筹资也可以称为是融资 是企业为了满足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 向企业外部单位或者是内部去筹错资金的一种财务活动 没钱才想着去筹几资金呢 那从咱们会计的角度上来讲 你没钱去筹错资金的对象有哪些呢 要么你是从银行去借 要么你是管亲戚朋友去借 当然你还有可能去通过发行股票的形式 扩大你股东的范围都可以 所以在会计核算当中常见的筹资行为 主要包括像银行等金融机构等取得借款 发行债券或者是发行股票 看见没这边是发行 上边是购买 这是第16个投资和筹资 接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基本概念 是出租人和成租人 这个概念呢 在后面学租赁章节的时候 你们会经常用到他 如果你现在分不清谁是出租人 谁是成租人 那么你去学这一章的时候会很痛苦 我们先从定义上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出租人 出租人它是指在租赁合同中 将租赁物交付给成租人 使用收益的一方 那成租人呢 成租人又称为成租方 它是指租赁合同中 使用租赁财产 并按约向对方支付租金的当事人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下这样的分析 比如说现在 还是拿我讲讲蛋糕店为例 我讲讲蛋糕店呢 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 导致我经营不善了 但是我这个房子 我不能让他一直给他闲着呀 那闲着的话 我不是就赔的更大发了吗 我现在可能就要找到相应的人 来把我这个房子给租走 当然有人要是能买走更好了 关键是现在我找不到合适的买家 我就只能把这个房子对外去出租 出租 那假定现在市场上有一家叫做A公司 A公司 那A公司从目前的这个状态上来讲 我俩已经签订好了租赁合同 那此时 这项交易涉及到两个主体 一个呢叫做讲讲 一个是A公司 对于讲讲来讲 我是把我的资产让渡出去了 把我资产的使用权让渡出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承担的身份就是出租人的身份 出租人 而A公司呢 他是把他的一些什么办公用品啊 都搬进来了 然后在我的这个房子里面去进行办公 那A公司是有权去使用我这个资产的 此时他就变成了 成租人 那成租人 他是有义务的 啥义务啊 需要向我出租人来支付租金 租金 所以在后面去学到租赁的时候 我们需要站在不同的主体 成租人应该如何去进行会计处理 以及出租人如何去进行会计处理 要分别去进行分析 现在你要先明确 什么叫做出租人 哪一方是出租人 这样你们再去学第十四章租赁的时候 才会更加清晰和透彻 好了 那第四部分呢 必备基本概念已经为大家分析完了 那最后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些必备基本概念 看好那个备是准备的备 而不是备计的备 那也就意味着 大家在学到基础班 包括前面的先学班的课程之前 需要把这些概念呢 先理解清楚 但是什么概念呀 定义呀 你不需要去背记 主要在于理解 比你准备的ical颜色 你并且计划